卫生福利部预理医院 长期针对糖尿病治疗非常用心 台湾罹患糖尿病的人口数众多 除了和先天多种遗传基因的变异有关之外 后天的不良生活以及饮食习惯 缺乏运动造成代谢下降等 都会和糖尿病产生相关联系 不过营养师表示 糖尿病有担心饮食会影响血糖 不太敢随便吃东西 久而久之 营养的不均衡反而对身体造成了负担 而均衡又多元的饮食才是关键 请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卫生福利部预理医院长期针对糖尿病治疗非常用心 营养师表示糖尿病有担心饮食会影响血糖 不太敢随意吃东西 久而久之下来 营养的不均衡反而对身体造成负担 均衡又多元的饮食才是关键 那病病患的饮食原则其实跟我们一般正常人是一样的 就是以均衡饮食为主 我们跟你们建议的饮食摄取分数 不要过量的话 其实血糖是很好控制的 那再搭配上医师的药物 以及我们现在很注重的就是要去运动 这样三管齐下 糖尿病饮食的正确观念 不是什么都不能吃而是一种健康饮食 并且需要注重营养均衡 建议每天均衡摄取六大类的食物 把握少油 少盐 少糖的三大原则之外 更需选择高纤维的食物来摄取 那糖尿病病人就说 真的我真的可以吃这些食物吗 真的可以全部都吃吗 其实是可以的 那大家提到说 那这六大类食物里面有含糖分的 就是刚才讲的水果类 然后蔬菜类 然后还有那个颧骨根筋类 以及低脂乳品类 糖尿病患者无论病情 轻重或类型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绝对需要特别注意饮食 以便控制血糖 而营养师也建议 最好能够找一个专业医师 与营养师来拟定 一份专属个人的饮食计划 如此会更有力的控制病情 也能达到均衡饮食食物营养的目标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